老阳到处说 欢迎去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星期六也就是12月11日 中午北京时间12点到1点 做一次直播互动 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 不见不散 好我们来读报的时间 纽约时报 除了美国还有国家外交抵制北京奥运会吗 但是尽管拜登的决定对其他国家影响还有待观察 但一些国家已经表示 他们将设法表达对中国政策的不满 同时不会禁止运动员参加 当然对于欧洲国家来讲 这个决定尤其的复杂 因此这些国家曾经严厉批评 中国的香港和新疆电塔人权和民主 那么欧盟呢有这么一个回应 但是并没有说支持美国的立场 但是有些国家已经有了 以什么形式参加奥运会 是个别成员国的决定 他们肯定会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 就像其他很多问题一样 意大利不会参加美国的抵制行动 而法国德国英国态度不明朗 应该说现在也差不多明朗了 但是如果意大利的立场发生变化 就会比较直接打击北京 因为意大利要在2026年举行冬奥会 按照奥林匹克传统 意大利将向这些冬奥会派的官方特使 从上一个冬道组那里接过接力棒 澳洲也干预了也说了 只有少数领导人参加了 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推迟一年的 东京奥运会 他们包括了法国总统马克洪 那么法国是在2024年 在巴黎举行下一届的夏季奥运会 因此他可能会出于礼节的出席奥运会 马克龙当然也就注意到了美国的抵制 法国在这问题上 跟欧洲其他国家一起协调 德国也有自己的考虑 英国没有做出外交抵制的决定 但是有人在呼吁 加拿大澳洲的这两个国家 也都有同样的举措 但是以色列说很奇怪 怎么可以因为新疆的什么问题 我们就有人抵制动画会 以色列不参加 好了 国内的审查人员 美国这个宣布 其实已经向北京转达了决定 他都认为共产党政策 显得又方丈又愤怒 审查人员数百网上将抵制这个词屏蔽 最初报导机中的中国官方声明 为了避免外交抵触的可能性 北京鲜花制人 表示他们不会邀请外国领导人 参加冬奥会 把这个任务留给了各国的奥委会 但是上个月的外交部有声明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 将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邀请 出击冬奥会 习近平又出席了2014年 索棄冬奥会的开幕式 那个时候俄罗斯在面临外交抵制 日本有日本的做法 新西兰与新西兰的做法 反正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 在问题上做出这个选择 乐爱体育的普京 是习近平任意亲密的盟友 尽管中国上个月公开宣称 他将出席2月4号 在俗成鸟巢的北京国家体育馆场里面 进行的开幕式 但是普京个人尚未最终确认出席 澳洲SBS 如果他澳洲跟随杯葛北京东奥 运动员入境中国有被捕的危险 这是一个所谓的战略政策专家说 这个战略专家很奇怪 这个有点斯德哥尔摩中和证 但如果联邦政府根据美国今天宣布 外交抵制 那么澳洲的选手可能成为中国报复的目标 很有意思 世界新闻网 美国的民主峰会前 美国民主峰会前 中国也有自己的一些要求 中国也搞了一个会议 那么这个会叫什么会呢 中国邀集的将近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组织 举行2021南南人权论坛 批评一些西方国家秩序 人权卫视是假人权争霸权 赞扬中国与国际人权做出的贡献 这新华社有报道 有就100多个国家昨天 那么在北京举行 2021南南人权论坛 有110多个的国家和组织的高级官员 专家学者驻中国的使节将近400个人 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参会 主题是人民至上 以全球人权治理 习近平的自贺信 宣称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个尊重和保障 人权的政党 14亿多的中国人民 在人权保障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不断增强 以会的嘉宾说 中国明确的提出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成功的走出的 要符合时代潮流 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 好 人权 加拿大新网说 外判城管野蛮执法 我已抢老人的干涉 这是江苏南通 张俭的故乡 民族资本主义萌芽的地方 一个老人沿街贩卖甘蔗 却被穿着市农馆里 伺乎十多人围住 一大捆的甘蔗 瞬间抢购一空 老人嚎啕大哭 哭声里的揪心 这个网络 贫传 怒火中烧 这个事情也引起了这么一个介入 官方也有说 那我说这些人都不是 都是临时工 比临时工再都是外包的临时工 这个消息 这个是国内汇汇洋洋 汇汇洋洋 德国之声 那么谈到的是 无国界记者的一个报告 年度报告 中国新闻业大跃退 大跃退 成为信息推动 恐怕成为世界威胁 每年他都有这个报告 报告无一例外对中国 有一些这样的批评 就是中国的过去几年来 扩大对媒体和新闻自由的打压 记者受到惩罚的严重程度 取决于报道的敏感性 北京加大的审查力度 可能会使中国成为一个信息的黑洞 这个报告的文题目叫做 中国新闻业大跃退 不是大跃进 详细转述了中国政府过去几年 如何加大对新闻业和知情权的打压 如何打压媒体的方式扩展到了香港 中国的新闻自由的指数 在180多国家排名是第177 他认为中国目前监禁的127名记者 是全球记者关押人数最高的国家 这里面谈到了微信之类的 中国近年来用以指控记者或新闻自由捍卫者的罪名 包括间谍罪颠呼罪名或寻寻知识 那么香港已经成为一种表率 自由的 新闻自由的表率 被打压媒体的代表 他说最高度观众议题是 香港不断恶化了新闻自由度 过去香港是拥护新闻自由的 经过了几十年受到中国的持续影响 香港的新闻自由的指数排行列 2020年 2002年 2002年的18位 现在跌落到了2021年的第80位 那还多少有点 比中国倒好一点 那你谈到苹果日报 谈到广电出雾诸如此类的东西 就是这东西呢 就可能是香港长期损友的新闻自由噤声 也谈到了大数据的审查机制 2019年有将近一万一千个 中国网站和73万个社交媒体的账户 和群聊被关闭 无国界的记者也说到了 不清楚中国为这种审查员 配了多少编制 那据说呢 是沪这个审查员有两百多万的雇员 那习近平通过了一个非常全民的计划 来加强给媒体的信息的控制 这里有很多说话 还谈到了李文亮的事情 等等的事情 谈到了彭帅这个事情 他认为如今没有人可以说 在中国发生事只是中国人民的问题 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中国是其中一个大国 有可能成为一个信息黑洞 没有关于中国的最新信息 对整个世界来讲是威胁 他们也提到朝鲜 法广 难得一见的法广 报道了一个中国可能在十年内 有机会超过美国的报道 这是国泰金旗下的国泰四华 昨天举行2022年趋势论坛 内信的亚太区 私人银行大中华区的副主席陶东 一直在香港几个外资银行工作 谈到中国未来十年 有四个重要的趋势 包括经济增长模式 数据模式 碳中和中美关系的变化 会使全球经济局势全是洗牌 但中国大陆有四样东西 人工智慧 区块链 云端科技 资讯资料中心 5G或6G的ABCDG 新经济 10年内超过美国 百年未有之霸电局 包括政治经济科技 增长模式 社会地缘政治变化 10年来跟中国最大的四个变化 过去的每25年到20年 中国的经济 或者形态上巨大变化 过去20年 中国大陆靠的是水泥红利和人口红利 水泥红利是房地产 现在水泥红利没了 要呼唤新的业务了 那么这里面就谈到了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那个大数据的问题 大数据的问题 那就是说 美式的强调服务的增长模式 转为强调制造的德国模式 金融模式 服务业这尖端的制造业 由国家引导 第二个变化 数据时代的变化 第三个变化是碳中和的变化 第四个变化 中美关系的变化 最后他认为呢 2022年将出现各国的经济周期错位 美国会解决通胀问题 可能是全球唯一和率先升息的国家 并进行缩表 但中国大陆经济成长会减速 中国人民银行 速必要增加流动性定期放水 日本欧洲可能不动 资金从新兴市场流向美元资产 市场波动加剧 尤其可能出现新兴市场之乱 跟算命先生一样啊 准不准不知道 纽约时报有意思 他一个 纽约时报 一个非盈利调查新闻编辑室 联合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 就彭帅事件中 中国的审查机器是怎么运转 当这集 棘手的新闻 在中国互联网疯传的传播的时候 审查人员就开始采取行动 当然谈到是彭帅 在新浪微博翻出了20分钟 马上就给删掉了 彭帅指控 直指中国不透明的政治体制的最高层 为了扑灭议论 要改写叙事 官员们用上了九经考验的战术 这些策略在过去让北京度过了 近年来一系列国内政治危机 包括2019年的香港的抗疫活动 以及他们对新冠疫情的最初处理方法 但是呢 纽约时报跟这个非牟利的新闻编辑史发现 这一次中国发起的多层面宣传运动既老练又笨拙 在国内基本上是管控删除所有的东西 国内 我想大家都知道 国内这种东西都非常的容易 非常容易 然后紧接着呢 他就采取了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措施 在国内是怎么回事呢 不留任何痕迹 大面积的删除 在国外呢 不置于词 直到不得不开口 通常对于国内的政治丑闻 通常的办法是保持沉默 等国际社会的关注淡化 但这次不一样 因为彭帅本身有知名度 那个张高丽呢 本身也有知名度 一似乎就开始出现了 从推特开始 说彭帅有一封电子邮件 但这个邮件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我担心 紧接着拿出影像的证明 影像证明彭帅OK 没事 没安全 但这种幕后操纵感 严重的策略很笨 进一步加深的国际社会的怀疑 紧接着又发出了一个视频 吃饭的视频 什么视频 但这个视频的表演的痕迹很重 没有办法让外面的人信服 这就是和平有一个批评 他们采取了婴儿盗铃的方式 制造了一个一个戏剧化的场景 他把中国这种做法 称之往 消防车不是不救火 是往火上加油 在外界看来这种笨拙的做法 可能引起不安 如果他在绑回手中 说自己是质疑论 当然更可怕 紧接着找一个外国友人 中国的信息传递战略通常依赖 对于富与其正当性的外部言论的强调 这外国友人那就是巴赫国际奥委会主任 同样没有引起了外界 缓和外界的担心 结果呢 开始派出海量的虚假的账号 纽约时报和这个编辑时发现 有97个虚假账号 在宣传胡锡进和其中国官媒 发布的有关彭帅的消息 这些账号基本上没有关注任何人 也没有任何关注者意味着他们可能是被刻意制造出来 放大彼此声音的 这是属于1700多个带有中国秘密信息 宣传特征的推特的账号来传播各种政府的信息 这些账号的评论显得很不自然 推特发现了 然后发现了很多 推特公司已经删除了 由纽约时报 以及这个ProPep Black 这个编辑是发现的 97个违反它的平台操作 垃圾邮件政策的账号 还有些表现是 这些账号呢 成千上百 而且是有上半下下的时间 他们大部分的推文 在北京时间的工作路上 8点到晚上7点发布了 午饭的时间略有停顿 这种模式被认为在中国发起运动中有所体现 不只是这一次 而且在账户过去几乎没有发过帖子 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账户注册不到三个月 再接着的推动反叙事 当面临了国际来的这么一个公共关系挑战时 中国的宣传人员要采取另外一个方式 质疑北京批评者的动机 由一些官媒的记者 然后呢 由一些官媒的主播 然后在进行制造双方的对立 这是法国大使馆 一个帖子 顿着中国尊重其的保护妇女承诺 结果了巴拉巴拉大家比烂 所以你法国最近呢 也对成年人的性虐待啊 这个互相比烂 这些帖子很可能经过了精心的编排和策划 所以呢发现了有一次的微博统计数字 发现这个法国大使馆的这个帖子 被分享了一千六百次 许多转化者表示 这是法国大使馆几个小时 这个帖子是小时的 这活到现在还在延续 有意思 路透社 新冠疫情让富责予富 超级富豪的全球财富 占比大跃升 这伦敦呢 有一个社会科学家的网络写了世界不平等报告 今年亿万富豪共拥有全球家庭财富的百分之三点五 比2020年疫情开始时百分之二略高 亿万富豪拥有的家庭财富占比创纪录上升 百万富豪因为疫情也得到不少好处 这个报告显示有52万名成年人组成的更广泛的群体 即最富有的百分之零点零一的人 今年的全球财务上占比占百分之十一 高于去年的百分之十 挤进了前零点零一的富裕人士 意味着拥有至少一千六百七十欧元 也就是一千九百万美元的家庭财富 这是另外一个财富现象 第九 华尔街日报说北京在那收紧对中央 中国央行的控制 中国的央行从来没有像西方央行那样 在政治上独立过 那都是党管一切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 他在中国经济体系中仍然占有 克殊的地位 但是现在习近平对中国金融业的整顿 真的侵蚀这种地位 周小川当时海归将就把他请过来 没有人可能想来 王岐山都要让他几分 但现在可能不太一样了 而且超时的一个服役 没有人取代 也就是习近平的中央巡视 就巡视了所有金融机构中 中国央行是最重要的 央行的监管 中央央行监管的世界最大的金融系统 央行不管怎么都听党的 但是随着中国市场变得越来成熟 影响力延伸全世界 中国央行多年一直努力在国内外的投资者建立信誉 这个限制信誉过程加强了党内领导成为重要的环节 PPC谈到习近平致电祝贺默克的接班人 也就夏尔赤 夏尔赤包括中国领导人李克强 还有了习近平在内的多个领导人 向夏尔赤出任德国总理表示祝贺 过去16年 德国一直坚持跟中国保持接触的原则 德中关系没有出现 像美中关系和其他欧洲关系那样的温度骤降 北京希望把双方的水平推到一个新的水平 但这个默尔赤不是第二个默克尔 但他肯定是个政坛老将 他要面临三个问题 新冠疫情 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 另外在政治的贸易上寻求平衡 也就对北京和对俄罗斯 莫斯科和北京他们怎么平衡 那就叫美德关系 美国德国关系可能会得到改善 今天拉扎扎十条新闻介绍在这 第一 抵制北京冬奥会 就美国今天举办的民主峰会 几乎是西方主流媒体这段时间的报道主题和聚焦点 北京只能坐主席台上 只有一位国家元首出席冬奥会开幕 这事项准备 但是万一普京表示还有什么事来不了的话 那将是一届不需要外国领导人来捧场的冬奥会 政治对体育的干预其实早有之 70年代中美关系的零的突破就是乒乓外交 乒乓外交是政治借助体力寻求外交突破的最佳案例 我们也知道冬奥会带来的外交抵制 未必会让北京有更多的难堪 但是民主峰会却形成了北京新一轮的政治挑战 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龙文 接受环球时报的采访之说 民主峰会是一场全球公共舆论的信息战 峰会有个显而不鲜的 引而不鲜的目的 就是降低中国的国际上的道德地位 但北京也采取了提前那样的积极进攻的态势 南南人权论坛动员了一百多个国家 四百多个人参与 显着北京在另外一个世界 另外一个层面的动员力 但看来事先的缺乏足够的传播 影响力估计也受到限制 民主和人权的话题一直是中国的落下 但现在想寸起之追 如果真的能倒逼全过程人民民主 在中国的落地实践 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 江苏兰通十多个外包四龙城管 公开抢甘蔗的事 经过新媒体视频传播 形成了娱乐风暴 当时那个老人家拿到赔偿以后 表示了三个字叫不原谅 很多人赞成不原谅 这个政府花了两千三百万 外包一个正的市农管理部队 这看知道了 公家的钱比较好花 这个用公家的钱 老百姓纳税人的钱款 包下来的市农城管队友 居然成了娱乐百姓的执法者 我在想如果一早真的实施了 全过程人民民主 加强了人民对执政的 施政的监督 这一类恶性案件应该会少了很多 事实上这类恶性案件 还是经常的发生 第二 纽约时报所作的围绕彭帅事件 媒体传播案例的分析 把北京的某些部门 一以贯政的危机公关处理的 详细套路细节披露无遗 纽约时报道的分析表明 这一次中国发起了多层面的宣传运动 既老练又笨拙 被视之为过程的漏洞百出 和平 明镜的和平批评说 他们采取了婴儿倒流的方式 制造了一个个的戏剧性的戏剧化的场景 是消防车往火上加油 笨拙的办法在外界看起来引起不安 因为这个人是在绑回手中 然后到处说自己的自由的 这变得更加可怕 还是要老老实实承认 自己的粗放型的传播危机 公关手段是一成不变和弄巧成拙 迄今围绕彭帅这事 危机没有化解 人们除了关心彭帅 同时也关心张高丽一家人 将如何面对这样的尴尬 有消息说 王岐山把见哪一个人说漏了嘴 说习近平是像严富一样 操心过问这件事 也不知道这样的报道 是不是属实 这两天围绕习近平 哪些什么师生者的话题也很多 这个东西我们觉得不做准 不再去做很多的想象 第三 陶冬的谈到中国未来 四十年的四大趋势 详细承受了包括经济增长模式 数据时代碳中和和中美关系的变化 那么中国大陆可能会依靠人工智能AI 区块链 云端科技资料中心 5G或6G的APCDG 对新经济 要超过美国 中国终究能超过美国 跟美国重价奇迹 也是世界人民之乎 十四亿中国人民之乎 外面跟美国并肩 内面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大家很happy 对于未来十年的中国 这是一个比较积极正向的姑测 当然除为领导人 愿意犯颠覆性的战略错误 否则的话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究竟鹿死谁手 现在真的还不能轻易下结论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说